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体育在线 我是主持人小燕 对于热爱中国篮球的朋友们来说 姚明这个名字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就在几天前 姚明在一次训练后被查出左脚踝骨裂 手术康复大概需要三到四个月 而这将使他缺席本赛季火箭队剩下的全部比赛 而且有可能影响到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发挥 这个消息无疑令球迷们感到痛心 不过相信乐观积极的姚明一定会顺利康复 早日回到赛场上 经济体育就是这样 伤病对于运动员来说在所难免 但是当他们战胜伤病的时候 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欣喜 就在北京时间2月24号2008中古女排对抗赛的首场比赛中 让中国球迷期待已久的赵蕊蕊和冯昆终于伤愈复出了 这也预示着中国女排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阵容已经基本确定 由于此次比赛的目的是以赛带练 所以每场都打满了5局 以此来检验全段时间的集训成果和积累比赛的经验 本场比赛是中国女排在2008年重组后的首场比赛 正像赛前主教练陈中和所说的那样 令人期待的世纪女排第一副公赵蕊蕊终于在破裂了1430天之后 回到了赛场上 令人惊喜的是主力二传冯昆也在受伤一年多后正式复出 两大主力的回归无意让中国队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主公杨浩 王一梅 副公赵蕊蕊 薛明 二传冯昆 坚硬周苏鸿和自由人张贤 这个阵容不出意外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女排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首发阵容 古巴女排方面 主公鲁伊兹 巴罗斯 副公桑切斯 卡里托 二传 桑托斯 西列 和自由人奥尔蒂斯组成了先发阵容 虽然两大主力卡尔德龙和拉米雷斯并没有随对参加本次比赛 不过这支古巴女排的实力仍然不容小事 由于中国队阵容中除了王一梅 薛明和张贤之外 都是雅典奥运会夺冠的老队员 所以即使是很久没有一期比赛 队员们的配合和跑位依然非常的娴熟和默契 所以首局一开始 中国队便迅速取得了领先优势 王一梅依然是中国队的主要得分点 他的大力扣杀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磨练之后 变得更加势大力尘 不仅如此 从处理球的细节上来看 他的心态也更加成熟 进攻的手段也变得更加丰富 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可以说是 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就是一上来就是一套主题阵容 看场之后中队打得很胜 古巴队已经出现了两次失误 应该说刚才那一个回合 王一梅的第一个跳花球破坏了对方的遗传 古巴女排大家非常熟悉 在最近几年他们跟中国女排的交流非常多 几乎每年都打比赛 这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球队 现在古巴女排也是新老交替 在队中有一些老将同学一些新手 古巴队的三号位前飞 这个球又打出界了 今天古巴队一上来已经失误 三分了 由于有着傲人的身高和出色的弹跳 赵蕊蕊的回归 不仅让中国队在篮网上得到了加强 在进攻过程中 赵蕊蕊也起到了牵制对手的作用 古巴队现在发球的是18号 这也是世界级的一个护锅 发罗斯 最后人把球接起来 阳浩打直线 古巴女排毕竟是世界排坛的一支净旅 即便是缺少了两大主力 他们还是很快适应了比赛节奏 并将比分不断破进 小路易斯是利用中国队这次配合上的失误 当了一个直线 四号位跟三号位之间的一个平台开扣球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6 古巴队落后两番 中国队一团接的不会很好 阳浩的扣球 在古巴队是拦出了界万 今年奥运年 中国女排在第一场热身赛就选择了古巴 而且一打就是六场 在我们福建要连续打三场 然后到浙江要打三场女赛 这个强度非常大 这个球是有意识的要打一下王一梅的后排进攻 对 这个球给的有点低 王一梅呢在06年是他最辉煌的一年 虽然那届中国女排呢是拿了一个世界第五 但是王一梅的状态非常好 好球 今天第一场比赛 可以说就给我们一个惊喜 我们大家希望看到的 两个老将都回归了 华队四号位路易斯的强攻 打手落在了中队的场序 好球 这球应该说一传的位置不是很好 但是洪坤手上的感觉很灵敏 手感很好 洪坤自从到美国守住回来之后 就一直没有在正式比赛当中亮相 作为这种女排的主力二选 她的经验 她的实力是不坏一样的 人们担心的呢就有她的身体 中队自由人张洪坤上考好球 十号宣明 这是三号位的短评快 宣明的是北京级的选手 为了让她和微信任魔法 一度是被 可以说是调到了 听听这台球 嗯 没错 都得一团阶都不错 好球 十一比八 虽然古巴队凭借卢伊兹的强攻 不断给中国队施养 不过中国女排还是在比分上 一直领先 华队还是利用他们强劲的扣球 来得分 现在他们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扣球已经得了六分 中队接好了一传 这是中队红的扣球 国外女排伊传没有接好 这是巴罗斯轻打落 这球是落在了阶内 中队在防守上稍微有点松 国外队发球的是18号 国外队的大地跳发球 不过在冯昏的惊吻的惊吻 中队在中队场区 阳浩的轻打 阳浩也是有意的想避开对方的篮网 想打一个节奏 但是古巴队的篮网非常高 三号卡里洛是 轻轻地跳起来 这手已经是抠过王国很多了 还是平安开扣球 古巴队的大地跳发球 给中国队的遗传造成了很大威胁 不过在冯昏的精心组织下 中国队保证了很高的一攻成功率 虽然他的步伐还受伤病的影响 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不过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冷静的头脑 让他依然处理得得心应手 第一局后半段 在中国队一波又一波的强攻下 古巴队组织的相对混乱失误较多 中国队利用这个机会连连得分 很快中国队就大逼分领先 王宜梅的跳发是非常有危险 好球 扣速虎 中国队的金盖二传 这个球周苏虎是撂到了对手 可能会垫球冲往 所以盯着这个时候打了一个探投 目前在往前的高度 1米96的徐云里和1米97的赵蕊蕊 应该是目前最高的一个高度 好球 中国队红昏把球垫起来 好球 调整到三号位 轻打过往 这是一个调整弓 古巴队打背快 好球 中国队杨昊 看贯的非常准 单人篮网把这球拦中了 四号位的强攻 出界 中国队发球的是七号周苏虹 上手调球 四号位 中国队双人篮网 古巴队调整 开网进攻 这球显出了古巴队超强的个人难度 没错 开枪 开网 而且队员都没有跳起来 但是仍然能够很好地把这球打到场区 中国队的后排球员也是稍微犹豫了 让了一下 去球队对方倒 中国队一传接得不错 快球 中国队一传接好 快球 这是我们的变化 也是必须要打的 好球 中国队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随着王一梅的强攻一锤定音 比分锁定在25比18 中国女排轻松地赢得了首局比赛的胜利 第二局比赛双方争夺更加激烈 杨昊的威力和雅典奥运会比起来依然不减当年 而赵锤锤也充分发挥了往前的身高优势 中国队延续了第一局比赛的良好状态 保持领先 我们今天说赵锤锤的状态 还有冯坤的状态 其实王一梅的后排起球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点 对 因为王一梅的低传的相对会弱一点 所以毕竟他身材比较高 而且呢 他是打主攻的 但是今天王一梅在后排起球不错 这球给低了 古巴队球员自己也笑了 没想到这个球会滚网 如果不滚网的话就会轻松得分 对 这球外打正着 刚才看到了这球中队没有打好之后呢 赵锤锤跟风坤两人相视一笑 两个人也好长时间没有在一起打球 王一梅后排攻 力量很大 打手出界 白送一分 中队周子虹突发 二比五 失误稍多的古巴队虽然比分落后 但是灵力的进攻让他们紧追不舍 尤其是巴罗斯的强攻和卡里罗的拦网 让他们将比分逐渐追上 比赛打得格外焦灼 华队发球得分 这是今天那场比赛 双方发球得的第一分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卡里罗 在刻意地练自己的发球这一下 来 王一梅掉球 这球呢 王一梅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扩网进球了 是后排队员到三分之内打下扣球 华队一团接得不错 打没快 这是吊球 中队开始反击 华队一团接起来了 开网的扣球 这球已经打了两个回合 王一梅 王一梅的重炮如果能够发挥过来的话 对于中国女孩来说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在强谷那个环节 与欧美球队相比一直是弱的 对 王一梅刚才是瞄着对方的手型去打的 从从不疗伤的话 可能薛明也就不会到天津去打球 他会在北京跟文庚来配合 两人也有一年没有在一起打球了 这里边确实存在的问题 开网 好球 王一梅不错 越打越兴奋 这个球是一个开网球啊 这就是王一梅绝对实力的充分展现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对 这个球难度很大 到了三米线之后 国外队后排吊球 这个球没有什么威胁 还是到四号位 王一梅也是一个吊 这个球呢 国外队全埋很好 这个女孩一传接的不错 这种球呢 应该说是一个不能算是新战术 但是呢 在比赛中并不多见 就是有点像前飞 对 就是扣球手的离往很远 有点像拉开 对 他那个击球点很远 让他那过往的线路就比较寒 让他那过往的线路就比较寒 一传半到外 还是打四号外 谢谢 能好的扣球 这名单人拦网没有拦住 对不对 又一个配合输 机会 有效拦网 赵尔瑞的调整 好球 这个球呢 也是赵尔瑞刚好这个位置在这儿 他临时出来了一次二传手 而且这个被传传得很大 嗯 赵尔瑞 原地的这个球呢 赵尔瑞有身高啊 但是古巴队大球挡起来了 就是来往拦回去 要转到四号位 请打过啊 大球这是中队的机会 后攻 有点可惜 今天王爷明的后攻啊 打的 没有找到感觉 没错 打了四个 失误了两个 稍微有点急 有点不太合拍 这球 杨昊是被对方钉死了 连续几次调整都打到杨昊这个点上 对 所以说对方也是加强了篮网 主巴队篮网走了一分 现在主巴队反超了 4分比12领先 赵尔瑞网的扣球 来往出界了 这样中部队 13比14还落后一分 而且今天中国女排呢 在这个鲜花队员方面呢 一直有很坏人 对 第一局第二局完全一样 然后呢 比赛中也没有坏人 刚才赵尔瑞一个非常漂亮的快攻 这是赵尔瑞和宏坤之间标志性的配合 对招牌啊 所以赵尔瑞为什么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副攻呢 他有身高 快攻呢 虽然力量不是特别大 但是非常快 没错 而且他的篮网 球连们亲切地称呼这种球叫直上直下 对 主巴队也是一样 打了一个时间差 有9号桑杰斯把球打中了 他可能跟我们这个完全的进二团 对一个不同而已 所以一旦古巴队的二团水平不是很高的话 他成绩下滑的会很快 中队赵尔瑞发球 后球出界 出界了 这球是古巴队一个非常不应该有的失误 应该说中国队刚才的篮网几乎失效 但是扣球队员在首型的选择上还是欠拖 打西线 中国队卡位不错 但是这个球呢 对方扣的力量比较重 而且小线线的扣球在往起变的时候很困难 这是古巴队的副攻 机会 好动攻 这一个老战士 我记得当年郎平当主攻的时候 也经常打这种球 就是主攻手往前跨两步 来到三四号位之间拿这个球 力量非常大 这是古巴队的实力 这一个轮次又是王一梅在后排 我们来看她先看她的发球 发球直接都分 对 19比18中队反超一分 女孩又没有接好一传 我一下篮网 但是这个球 打手之后还是手型的问题 对这个球不太好保护 但是王一梅打了将近两局了 要有一个调整休息的时间 一传接的有点低 保护的非常好 背传之后掉球 这个球掉的太高了 没有威胁 把这传统到二号位 这台球打得很干脆 好球 把你牌险些失误 无功过往 无功过往 中队拿球 拿分的机会 赵瑞瑞回归之后 不仅他自己在前排 是一个有效的攻击点 并且也能吸引对方 大量的篮网的力量 手中发球 跳飘 这球是出界 关键时刻 赵瑞瑞体现了他的价值 吸引力的快攻 让中部队再次将比分拉开 风阔和赵瑞瑞之间 越打越有默契 应该说现场的观众 也是给了赵瑞瑞最热烈的掌声 每当赵瑞瑞触球 无论成功与否 都给他以很大分贝的欢呼和喝彩 对 实际上在这次比赛之前 当我们了解中国女孩情况的时候 陈忠和跟我们介绍说 他说在这两名商人 就是黄昆跟赵瑞的 恢复情况来看 赵瑞恢复的比分轻 比赵瑞瑞的 顶强的中国女孩顶住了古巴队的反击 再下一程 在大比分上以2比0领先 第三局比赛 主教练陈忠和为了磨合不同的阵容 对中国女孩的场上队员稍作调整 由李娟顶替杨浩 与王一梅搭档主攻 而刘亚南则替下了周苏弘 出任接应二传 本局比赛 王一梅的表现依然抢眼 而小将薛明的发挥 也令球迷刮目相看 凄厉的快攻和准确的篮网 让咱们看到了中国女孩的新生力量 不仅如此 这次比赛 也是薛明和赵瑞瑞 这对双塔组合的首次亮相 与上个赛季 薛明 徐云利和马运文三人之间的 相互组合不同的是 薛兆双塔组合在高度上 优势更加明显 篮网上也更具威胁 尽管古巴队一度试图改变场上的节奏 但是高昂的斗志和默契的配合 让中国队打得更加顺手 牢牢的控制着场上优势 现在美球得分制发折 丢那么几分子很正常 赵瑞瑞 被飞 漂亮 赢四年没见的赵瑞瑞的斜线被飞进攻 对 中国的第二局比赛最后两个关键分 就是赵瑞瑞的快攻 没错 这个快攻的又是我们看到了当年的风伞 一传不好 这球二传有点持球的这个嫌疑 没错 没有把球传起来 一球狼王 好球 这就把球绑起来了 回来 王一明很自信 但是这个球呢过往的点不够高 还是四号位拉开 现在对 防对方的说对防得很好 再给王一明拿手抽筋 对 我觉得王一明要的就是这个镜头 对 连着被对方拦两个 第三个仍然敢打 你看王一明出名很早 现在他实际上只有二十岁 对很年轻 对比年轻队员敢打是最重要的 王一明发球 小发 挺好的 对 力量很大 看头 这球抬往一下之后啊节奏改变了 没错 王一队愣着一下就这球落下了 很轻 王一队 王一队 奥尔迪斯的效果是不错的 在这场面上都很好 王一队把这垫起来 东京还有机会 再来一个后攻 把手都剑 这球是轻掉 结果是只碰到了手折的跤 现在场上比分十九比九 中队领先十分 古巴队巴鲁四八九 中队一团接的不错 背快 背后的短平快 对这个就是刘亚南的特点 对 我先看这球发的质量很高 但是防守不错 他先把球电脑往前 背快 好球 古巴队把球救回来了 挑战功路易斯轻打 又是赵尔迪的调整 还有 这球已经打了几个回合 球在古巴队一边 这是古巴队的机会 中队来往 探头 阳探头 赵尔迪还是有身高优势啊 往上长城啊 在关键时候这些老队的经验 帮着他们在比赛中拿根 二十二比十 比赛变得毫无悬念 在中国队的强攻下 古巴队打得较为散乱 冯坤发球得分 二十五比十二 中国队轻松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从而以三比零完胜古巴女排 赢得二零零八年的开门红 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 但是在现场球迷的强烈要求下 中国队与古巴队的队员们 又重新回到赛场上 为了达到以赛带练的目的 双方又加赛了两局 与前三局一样 中国队依然占据着场上主动 无论是快攻还是篮王 都表现得可圈可点 最终中国队再下两局 以五比零 这个排球赛场上不可思议的比分 战胜了古巴队 赢得了一场 攀唱淋漓的胜利 为备战奥运开得好头 在随后的两天里 中国队又与古巴队进行了两场对抗赛 尽管在后两场比赛中 队员们的表现略有起伏 但中国队还是以4比1和3比2 取得了三连胜 与第一场一样 在后两场比赛中 赵瑞瑞冯坤虽然都或多或少 受到伤病的影响 在速度和移动上略显迟缓 不过力量的恢复和默契的配合 着实令人满意 而王一梅的表现则更加强眼 她的强弓已经成为中国队一弓和反击中最有效的武器 虽然失误相对较多 但是王一梅的强行突破能力 堪称中国队之罪 后攻的加强 也让中国队的进攻点更加分散 除此之外 其他年轻选手的进步也有目共睹 薛明和张贤在比赛中已经可以独挡一面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处理的恰到好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也将牢牢占据主力位置 应该说 这三场比赛 让球迷们看到了中国女排的新气象 但是在这几场比赛中 中国女排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比赛中可以看到 尽管冯坤强势复出 但是他与几名主力之间的配合还略显生疏 王一梅等年轻队员虽然表现出色 但是在比赛中的起伏 还需要更多大赛的磨练 另外高强度的比赛 对于刚刚复出的冯坤和赵维维来说 也将是严峻的考验 不难看出 这些都将是主教练陈中和和中国女排 在北京奥运会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女排用完胜结束了首演 而赵蕊蕊的表现更是令人满意 在经历了四年的伤病折磨之后 赵蕊蕊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 回到了她心爱的排球场上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直是赵蕊蕊追逐的梦想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赵蕊蕊 去了解她坚强而乐观的感人故事 伤病让她无奈的一次又一次告别赛场 梦想让她完成的一次又一次重返赛场 如今她将和中国女排一起开始未免奥运冠军的征程 她就是中国女排的第一高度赵蕊蕊 北京时间2月24日 中国女排与古巴女排的对抗赛上 中国女排的第一高度赵蕊蕊首发出场 这宣告了她的正式付出 在殷商阔别赛场1430天之后 赵蕊蕊重新回到了她热爱的排球赛场上 篮王 扣球 赵蕊蕊无所不能 无论是进攻还是掩护 都给古巴女排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同时她自己的进攻也有声有色 无论是三号位的快球还是被飞都很流畅 往上的牵制作用更为主攻和接应 在二号位和四号位的突破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如此出色的发挥 让人们对赵蕊蕊那三次受伤的右腿 放心了 更对她在北京奥运会上有了无限的期待 然而为了这一刻 赵蕊蕊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 而最让人们印象深刻的就是2004年 雅典奥运会的三分钟 2004年8月14日 中国队首战美国队 23岁的赵蕊蕊 生平第一次站在了奥运会的赛场上 然而赵蕊蕊仅上场三分钟 意外就发生了 2号 2号 4号 5号 2号 4号 这短短的三分钟让赵水水提前告别了奥运赛场 可这三分钟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压力 2004年3月26日就在距离雅典奥运会开幕 还有不到五个月的时候赵水水的右腿小腿骨折 这让赵水水一直期待的奥运梦想忽然之间变得遥远而又模糊 我觉得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的腿断了 然后我当时反正就是有点歇斯底里的吧那种喊 因为很恐惧就怎么会腿断掉了自己就不敢相信 然后开始就是趴在那哭开始有点哭不出来 眼泪没有出来就有点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梦 然后后来就感觉确实是这样 就已经小腿习惯节以下是麻的没有任何知觉 后来人家就他们就让我躺下就开始摸 那时候就感觉有点疼 然后我记得雅男当时他们还说 没事没事你的腿只是肿了一点没关系 然后我心里还想你们骗我 你们是骗子 骨折后的赵水水并没有心灰意冷 他相信这样能够配合医生好好治疗 他一定能够重返赛场 甚至能够搭上雅典奥运的末班车 强烈的奥运梦想 使赵水水创造了奇迹 六十天后他就恢复了慢跑 一百二十天后他就开始了起跳扣球等训练 尽管他的右小腿上还绑着厚厚的护具 尽管他每走一步都还小心翼翼 但赵水水奇迹般的踏上了去往雅典的征程 比赛之前我的腿是有一点反应的 陈导说你行不行 如果我现在说不行的话回去检查 又出现问题了你不能打了 以后我说真的我会给自己带来遗憾 因为我来一会我干什么了 连一分钟都没上去 我连球皮都没磨 然后我就下来了 会是什么感觉 所以当时我说我能打 我就坚持上去了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下来了 从受伤到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他用了一百四十二天的时间 而奥运赛场上这短短的三分钟 就葬送了他将近五个月的努力 属于赵蕊蕊的奥运梦想 突然之间变得支离破碎 不过让赵蕊蕊欣慰的是 自己的受伤 反而激发了中国女孩更高的斗志 中国女孩在雅典里绽放了最美丽的花朵 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奥运冠军 赵蕊蕊和队友一起登上了来之不易的最高领奖台 不过在为中国女孩夺患高兴的同时 赵蕊蕊的心里却不免留有一丝遗憾 我上台之前我在后台跟他们就讲说 你们辛苦了 我说这个金牌呢也算是你们给我最好的礼物 我虽然 其实心里讲虽然没有真正的跟他们参与在一起 但是之前的努力我们大家是一起 奋斗过来的 只是最后没有办法 我很不幸地倒下来的这种感情 2003年的女排世界杯 赵蕊蕊曾因表现突出 成为了当时中国女排人气最高的队员 一时间受到了媒体和球迷的追击 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受伤以后 赵蕊蕊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比赛场上 她渐渐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没有了光环 没有了媒体的追逐 在仅四年的时间里 赵蕊蕊一直默默坐着的 就是和腿伤坐着斗争 坚强的赵蕊蕊知道 只有战胜伤病 才能重返她梦寐以求的赛场 这样的信念 让赵蕊蕊在养伤的日子里 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 手术前我就跟人家讲 我说我要 要他们把钉子给我留下来 然后手术完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问人家我的钉子在吗 人家说给你留着呢 第二句话就问我 我那钉孔填东西没有 他们说给你填了 然后就有医生说 这孩子脑子很清楚 就问这两声 我自己好像因为钉在身体里 因为之前钉在腿里 他能摸到这个钉孔 如果就是说消肿的时候 他能摸到那个钉子上面 一个一个的这样 能摸出来 但是现在拆掉了 就不会有了 然后就说 我就跟我爸说放着 还挺有意义的 面对冰冷的钢板和钢冰 赵瑞瑞依然笑得灿烂 这样的心态 也许就是赵瑞瑞 面对困难和挫折的真实洗照 四年来 伤病是赵瑞瑞每天都要独自面对的问题 然而他重返赛场的欲望 却一点都没有减弱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脚步日益临近 赵瑞瑞的奥运梦想更加强烈 因此去年 赵瑞瑞的右腿在美国接受了三年中的第三次手术 2007年2月1日 赵瑞瑞远赴美国芝加哥接受右腿加固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 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恢复后 赵瑞瑞终于在2008年的1月 回到了他熟悉的国家队 回到了他热爱的排球场 四年 一个奥运的轮回 赵瑞瑞受伤整整四年了 这么漫长的过程 赵瑞瑞表现出来的乐观和坚强 让人感动 而心中的那个奥运梦想 更是让赵瑞瑞一直咬牙坚持着 说真的奥运会对我来说 我相信对美国运动员来说 都是奋斗的最终目标 对于我自己也是一样 所以说像现在受伤以后呢 我认为我还是会不懈的努力 为08年的那个奥运会去奋斗 但是是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毕竟过程我努力过了 我觉得我温馨无愧就行 2008年2月24日 对于赵瑞瑞来说一定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在中国福州 赵瑞瑞真正复出了 在场上求你们又看到了她那灿烂的笑容 所有人都明白 这样的笑容是赵瑞瑞在经历了伤病痛苦后 用顽强的意志力换来的 而笑容不仅嫉妒着赵瑞瑞的成熟 更预示着未来的希望 我们相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赵瑞瑞和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会笑得更加灿烂 本次中国女排对抗赛上 除了赵瑞瑞的回归 中国女排的灵魂人物冯昆也在受伤一年之后 重回赛场 作为世界排坛最优秀的二传手 冯昆的商与付出将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中国女排的实力 在离开国家队的一年当中 冯昆在经历了伤病的折磨之后 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强 2008年2月24日 中国女排队港赛 被称为中国女排灵魂人物的冯昆 在离开赛场一年多之后 终于再次登场了 2006年的女排试镜赛 中国女排队长冯昆的表现 多少有些差强人意 但很少有人知道 那时的冯昆一直是带伤坚持 市井赛之后 排管中心和主教练陈中和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让状态低迷的冯昆 暂离国家队 专心的治疗西商 对我自己来说呢 下了这个决定也挺不容易的 因为也怕自己的状态在 因为术后谁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状态 所以手术的成功或手术之后的康复都是一个未知术 就这样带着一些忧虑 2007年2月冯昆和队友赵哲蕊一起在美国接受了手术治疗 当时跟他们一起就医的美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在博客中这样写道 一个为冯昆治病的美国医生跟我说 冯昆伤成这个样子 能打世锦赛真是很坚强 我听了也很感动 希望这一次他们都能彻底好起来 幸运的是冯昆和赵哲蕊在美国的手术都很成功 而美国之行也让冯昆有了调整心态的机会 换了环境也告诉自己尽量不要想以前难受的事情 然后尽量调整自己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首先在那边是一个环境改变 然后尽量让自己轻松下来 在美国治疗的时候 冯昆用了很多照片放在博客上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从众多充满阳光的照片中不难看出 冯昆已经逐渐走出失利的阴霾 一个是身体上的靠服 伤病上的靠服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心理靠服 因为在之前的几年一直都是挣扎一些比赛赛事训练 可能对自己身心都是一个比较疲劳的状态 所以在这一年我各个方面都调整了一下 觉得好一些 在西部手术成功之后 冯昆回国一直进行康复治疗 这期间他几乎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在去年年底归队时 冯昆还一直无法起跳 只能进行战力传球 一直到本月初的队内训练 冯昆才开始尝试起跳传球和篮网 伤病的恢复和中国女排新二船 魏秋月的崛起 让人们都在担心 冯昆是否能担当北京奥运会的主力二船 然而冯昆却给人们带来了惊喜 在这场提前复出的比赛中 冯昆用场上出色的表现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就连赛后主教练陈中和也说 冯昆恢复的速度让他想象不到 冯昆也是刚刚到站中 他还是适应不了 其实他还是刚刚配合 也是两三周 应该让我想象不到了 就是说他在一个月每一个月都在不断地进步 冯昆不仅打满了自己付出的首场比赛 比赛中他还经常采用跳船紧站住分析 而在网口球的处理上 冯昆也依旧老练 二次掉球更是轻松自如 冯昆的强势回归 让中国女排注入了更强的动力 他和赵蕊蕊薛明配合的断平块 依然无人能敌 而高质量的四号位快速平拉开 和出其不意的后排战术组织 更是让杨昊和王一梅 充分发挥了自身的速度和力量优势 可以说冯昆的归来 让中国女排快速多变的战术 又重回赛场 不过略有遗憾的是 伤后冯昆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 这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他的防守卡位 也让冯昆在组织战术上 失去了一些速度上的优势 但瑕不掩喻 在恢复其跳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下 能有如此上加的表现 足以证明冯昆这位世界最佳二船的价值所在 冯昆的回归让人们对中国女排征战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又多了一份信心 而中国女排的另一名二船 魏秋月也同样令人期待 比冯昆小10岁的魏秋月身高和冯昆相同 同属于高大进攻型二船 凭借着稳健的传球技术和良好的组织能力 魏秋月被主教练陈忠和看作是 冯昆接班人的重点配养对象 不过和冯昆相比 这位年轻的小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冯昆的回归让人们看到了小将魏秋月的不足 在组织战术和传球技术上 魏秋月都有很多的功课要补 不过这位年轻的替补二船依然有着巨大潜力 一米八三的身高和稳健以及出色的传球意识 也让中国女排在北京奥运会上 有了一个更加合适的替补 魏秋月还是一个年轻的人 很有朝气的一人 看到他其实也觉得挺不容易的 那么小的年龄 然后承担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任务 但是他的确在今年一年 他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的崛起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动力了 希望能够在这种竞争下 我们能够两个人都同时发挥出色的潜力 从冯昆的目前表现来看 北京奥运会上 他很有可能继续担当中国女排的主力二船 而坚强自信的冯昆 也将会用一种平和而积极的态度 去迎接自己的第二次奥运之旅 非常期待着他的到来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更会去享受这个过程 这个备战的过程 包括在比赛之间的这个过程 我都会去享受 因为千载难逢的一个时刻 大家都希望能够在208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 那我自己也是希望能够做最好的状态去征战 还是我们交代说的那句话 就是做好每一天嘛 就是把过程做好就可以 随着赵蕊蕊和冯昆的回归 以及年轻球员的日趋成熟 中国女排的实力稳步上升 在北京时间2月29号至3月2号 中国女排在中国浙江继续展开对抗赛 相信经过一系列的比赛磨合 中国女排必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给我们带来惊喜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和体育在线一起交流 对中国女排的支持和祝福 你可以通过写信或者是直接登陆 央视国际网站体育在线的博客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幸运的观众将有机会获得 由赵蕊蕊和冯昆亲笔签名的珍贵照片 近期除了女排对抗赛之外 最受关注的赛事就是2008年中国跳水世界杯 这是中国跳水队在北京奥运会前最重要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练兵 在这次比赛中 女子方面 陈若霖不仅夺得了单人十米台的金牌 而且与队友王兴一起夺得了双人十米台的金牌 而两枚三米板的金牌 也被吴敏霞和郭晶晶夺得 男子方面 何冲获得了单人三米板的金牌 双人三米板和十米台的金牌 则被王丰琴凯 灵月火亮收入囊中 虽然中国跳水梦之队 意外丢掉了男子单人十米台的金牌 不过迄今入账 也再次展现了中国跳水队的强劲实力 相信他们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再创辉煌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 欢迎您给我们写信 或者是直接登陆央视国际网站 体育在线的博客和我们进行交流 同时也欢迎您下载 体育在线精美视频互动杂志 幸运的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清华同方提供的电子产品